第二个问题 请师父开示 一个人的气场是什么 是怎么形成的 当我们念头不好 心魔来的时候 气场会非常不好 要怎么做才能 马上转换气场 请恩师 师父开示 气场是这样的 记住 气场是两个字 气和场 什么叫气 气我们说一个人生气就是气 虽然看不见 但是能够感受得到 对不对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大家觉得气场很好 因为大家的气氛 也是个气质在里面 对不对 比方说我过年的时候 恭喜啊 恭喜雷啊 恭喜发财啊 对不对啊 老鸡啊 雷是广东营啊 对不对啊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恭喜你 你一定开心了 台长说我恭喜我发财 我可能会发财 你是不是接受他好的气场了 对不对啊 如果我骂你 你这个人要倒霉了 你马上轻 尤其过年 年初一 如果谁讲你句不好 你会气一年呢 为什么 想起来就生气 想起来就生气 对不对啊 这叫气 场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面积 叫场 比方说气场好 我们这里都是善良的人 都是没有 人跟人有 什么相互争斗啊 有这种不好的东西呢 这个场 是这个气和这个场 就是好气场 听得懂吗 如果今天我们开会来的人 如果都是小偷 我们开大会 你说这里边所有的人 你看我我看你 你是哪个地方小偷啊 你说这个地方气场会好吗 那么就坏气场了 这就叫气场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 大家都是卖鱼的 各个人都要杀鱼 你知道吗 我抓了一条大鱼 我想杀着它 我杀了好多好多鱼 你说这个气场 都是有杀在里边了 就凶杀的气场 所以气场就是说 一种能量体 聚集成一种吉祥的 或者非吉祥的 一个物体 能够成形 成为一个物质 存在于人间 那就是气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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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